- 芒果這一家 感謝AMBM冰主人讓我們免費激放行李 今天很悠閒的來HIMA吃吃早餐 這次來到歐洲旅行多虧了HIMA 讓我們省了不少餐費 便宜又好吃值得推薦給大家 旅程的最後一天 我們從站單出發 搭乘火車到Cooker Zandik 下車 出站後跟著路標和人群走 大約步行15分鐘就可以到了 沙姆斯安斯風車村 位於荷蘭西北15公里的一個小村莊 有荷蘭風車博物館的美城 小白兔是一隻小白兔造型的卡通形象 由荷蘭插畫家迪克布魯奈所創作 這裡原本有約1000座的風車 但從1920年代到現在只剩下20座 有5座風車還在以傳統方式運作 其中3座有向遊客開放 每座風車的開放時間及門票都不太一樣 出發前可上官網查詢詳細資訊 這裡除了風車還有起司工廠 裡頭的起司琳瑯滿目很多選擇 現場還有提供試吃 喜歡都可以買回家 這次請問一下 一往裡面走看到成列好多木鞋 和可愛的米飛兔 這雙木鞋雕刻得非常精緻 感覺歷史非常悠久 也有展示製鞋工具和半成品 這雙鞋也太閃亮亮了吧 擺著許多不同功能的木鞋 有的可以溜冰 有的可以滑冰 一整排的木鞋墻 有好多不同花色和大小 這裡還有賣布置的木鞋 感覺很保暖 也有許多代表荷蘭特色的紀念品 各式各樣多到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都想全買帶回台灣 木鞋取材於荷蘭特有的一種堅硬 而且沒有花紋的楊樹 能保護雙腳用防水 容易清洗功能性十足 是荷蘭文化符號的代表之一 幫朋友買了一雙木鞋 木鞋製造工廠外頭還有大型木鞋 供遊客試穿和拍照 這雙超大型木鞋 大到我們都可以做進去 還有紀念品店可以逛逛 上山自封車村是免費的 但裡頭有一些博物館入內市需另外收費 每年四月到十一月是旺季 開放時間通常是十點到五點 十二月到三月是豐奢村的淡季 在淡季期間有些景點一週都不開放 有些景點開放時間不同 詳細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官網連結我們會放在下面資訊欄喔 有些雙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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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康復 說得得很高 雙數字 還要回到 市長 全世界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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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车村古老的建筑 生动描绘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荷兰生活 到现在还有居民居住在这里 保留着古老的造船厂木鞋制作工厂 还有开放式的风车保留区及博物馆 走着走着看到有人穿着荷兰传统服饰 真的好特别哦 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 但气温还是很低风势依旧很大 来到荷兰赏风车 除了可以去路特丹附近的小海堤坊之外 桑士安斯风车村也是另一个著名的风车景点 距离阿姆斯特丹很近 如果你没时间去路特丹 千万别错过这里 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还可以一起参观荷兰木鞋工厂 和奶酪作坊 船屋白蜡商店等等 不同于小海堤坊 这里的感觉更具有商业规划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五一些 又贏了 二 speaker 才買完畢還可以漫步在豐车村莊內 欣賞到美麗的歐洲鄉村風的景色 這裡隨便拍拍都是最美的明信片 整體而言 商城市豐车村是很值得去的地方 在这里至少可以待上半天以上 如果时间够多 待上一整天也没问题 像我们今天的行程只有安排来这里 晚一点就要回民宿拿行李前往机场了 待在荷兰的倒数时刻 我们第二趟欧洲行来到尾声了 行前花了半年的时间规划与安排 总觉得这十多天的旅程好短暂哦 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来荷兰旅行 只能多拍拍一些照片和影片 带回台湾做纪念了 这趟旅程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 四五月来到欧洲旅行 暴暖衣物真的不能少带 有时候冷得像台湾寒流一样 回到站单 一出车站往前走 马路两旁是商店林立的购物街 有超市居家用品店服饰店餐厅咖啡厅等等 还有大型购物中心可以逛逛 这里的生活机能非常方便又完整 住宿费用又比阿姆斯特丹便宜许多 可惜的是站单火车站没有行李置物柜 找住宿质要先询问退房后能不能激放行李 不出车站前方就是积木饭店 用站单传统木制绿色方物堆叠而成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充满童趣的感觉 拜拜站单 如果这次没有来荷兰旅行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童趣可爱的小镇 就像大型积木王国一样令人惊艳 如果你也是想搭长龙去欧洲玩 推荐巴黎进荷兰出 因为抵达巴黎是早上七点多 拿了行李就可以展开一天的行程 从荷兰回城是晚上九点多的飞机 等于最后一天还有一整天可以玩 路走回头路省时又省钱 推荐给和我们一样想省钱的小镇旅人们 的地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转泰国曼谷苏凡纳布机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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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